对象车道只没有车子冲了过来 驾驶机的猛按喇叭提醒 轿车就这样撞上了民宅 撞击力道强大 安全气囊爆开 民宅外的水龙头也破裂漏水 救护人员货报抵达 立刻展开救援 救护人员在敲开那个车门 因为人在里面很不舒服 撞车意外发生在21号上午8点多 车内的一对60几岁的夫妻 爬完山准备回家途中 行经台南市胜利入食 疑似精神不济 事控冲撞 还好夫妻两的伤势不严重 被紧急拉出 送往奇美医院救治 在花莲监视器拍下 汽车往前直行 突然间横向火速冲来一辆机车 直接撞上轿车驾驶座的侧门 骑车的是21岁的士兵 疑似赶着要回部队 在花莲市华新街与华夏街口 撞上了48岁驾驶 所开的汽车 在往前撞上路旁放置的盆栽 安全帽虽然没有脱落 但撞击力道强大 救护人员到场时 他已经没了意识 双方于入口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机车歧视 颅内出血 全身多处骨折 目前尚在医院救治中 正系士兵颅内出血 全身多处骨折 还在医院抢救 至于确实的肇事原因 警方还在进步语清 TVBS新闻顾首昌高志宏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